爸爸 金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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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要吃Roti Chat Night 很多小朋友都爱吃Roti Chat Night 但是吃下只有面粉的煎饼 会造成营养不良哦 奶爸有一道七彩的营养煎饼 保证让小朋友吃了又想再吃哦 妈宝菊返载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呈现一道叫做 变形大黄蜂 Dino无数号 马来西亚著名营养师和作者 他的著作曾经融赠大马畅销健康食谱书籍 2014年出版了第一本亲子书籍 2015年与愚人生联合推出第二本亲子书籍 变形大黄蜂适合1-42岁 有甜咸阳中口味 材料有 有鸡淀粉30g 鸡蛋2颗 鸡奶半杯 燕麦适量 番茄4颗 洋葱2颗 芒果半颗 盐西适量 起司粉4分之3杯 盐及胡椒粉适量 牛油适量 回温牛油25g 好 现在我们就来先进行甜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把有机的面粉倒进去 糖分 鸡蛋 鸡奶 大概是好像糊这样的形状的时候呢 再把两颗的鸡蛋 接下来我们再放芒果 回温牛油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做一个混合 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 要把这个锅子弄热 记得 诀窍就是我们只是用慢火而已 就放在锅里面 轻轻地跟它转一个圈 直到那个蛋液呢凝固 好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有机燕麦 有机燕麦呢 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叫做Beta骨鸡糖 Beta骨鸡糖呢 其实就是小朋友 假如说吃太多的肉 胆固醇会增加的时候 Beta骨鸡糖呢 能够把它降下来 你就可以稍微翻转过来 然后把它做到它的边口呢 有比较香脆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小聪明的方法 骗小朋友把有机燕麦吃下去的一个作福 我们就可以把它先渗过来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咸的 好 首先同样的我们就要拿这个面粉 先来 现在我们把两颗的鸡蛋打进去 OK 再混合一下 OK 有机的面粉呢 它的那个黏性比较高 所以呢 你必须要很小心地处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 起司粉做一些调味 大葱 大葱是非常好的 我喜欢吃大葱的小朋友呢 绝对不容易生病 同样的红灯笼椒也是一样 它里面有胡萝卜素 番茄红素 青瓜呢 更好了 尤其是像马来西亚这样炎热的天气 它能够帮助消暑 那紫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颜色 它也是有非常好的维生素A和E 接下来 我们放一点橄榄油 这边呢 我们有胡椒粉 还有盐 接下来我们再把锅子弄热 同样的 再轻轻跟它转一下 好 先把火关上 然后我们 所以啊 有时候 如果你问我 我是看家里有什么食材 你不用很担心说 我一定要出去买什么什么材料 其实我们就就地取材 好 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 OK 一个是咸的 一个是甜的 看你家里的小朋友会喜欢哪一道 变形大黄蜂 有甜和咸两种选择 甜的有芒果 燕麦和蓝莓干 咸的参加了新鲜蔬果 黑 白 黄 绿 红的一餐 具备了所有的营养和卫生素 孩子们吃了老生能量满满哦